哈喽 猜猜我在哪里 上面有写 上海民族乐器一场有限公司 那上海民族乐器一场是全球最大的乐器公司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看一看吧 我们现在在东方的博物馆这里 前面有个壁画 超美的给大家看一下 很美对吗 那继续上去 嗨 谢经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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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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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那这位就是谢经理 大家好 我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场有限公司的经理谢玉丹 欢迎大家今天来跟着我 看一下我们厂的历史还有很多展品 请 这个是古针跟琵琶二胡的结构吧 结构是的是的 就是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把那个二胡还有琵琶古针的每一个步骤 全部拆开来 就可以让大家清楚地看到 我们的乐器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我们厂和新加坡的一些文化活动 对 像2016年的时候 我们厂参加了新加坡华乐团的一个文化活动 当时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像我们厂长 博振先生就给他颁了一个奖 哇 好 好美的奖 是的 是的 然后就是2006年的时候 我们厂在新加坡也颁了一个华族乐器的大展 当时也是总统纳丹 对 还有新加坡华乐团的何总 对 他们也来了 来了现场 2017年那时候 我还记得我跟新加坡国家青年团 也过来上海这里演出 您才记得吗 有半音乐会 对 我还看了 对 演出很成功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 我记得您成立的新加坡八音乐坊 就正式成为了我们工厂的经销商 对 非常有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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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OK 谢谢 这边都是敦煌的老师傅吧 是的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傅 像这是徐振高老先生 他是中国古镇之父 像现在的S型月山就是在他这里确立的 大家都认识他 大家都认识很有名 对 然后这个是张龙祥老先生 对 然后他和我们的高级技师 张建平师傅 他们是父子 父子 对 所以是有传承的 然后这是王根兴师傅 对 这是高占生师傅 哦 这个是年轻跟老师傅都有的一个照片吧 对 因为我们工厂就是有一个传统 就是那些非常厉害的老师傅 他们会带新的那些年轻的师傅 会把他们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这样让他们再继续自己做一些发展创新 然后把我们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 就更加发扬光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面墙有非常多的荣誉证书 对 其实这只是一部分 我们厂还有很多 很多很多 对 只不过摆不下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 中华老字号的一个牌子 对 这个非常难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一块牌子 这块牌子也是含金量很高 非常的拿到 全中国估计没有几块牌子 对 我们厂拿到了一块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是我们厂做的一些新型的 研发的一些乐器 像这款是佳耶琴 像这个是低音民族乐器 那东凰为什么在乐器上 有做出这么多的研发呢 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在 可以说在我们的首先乐器 它就是不断的在发展 在变化的 然后呢就是现代人的听觉审美 也是在不断的有更高的要求 然后包括像演奏家 他们的演奏也是张力会越来越大 然后比如说速度会越来越快 然后可能说力度也会越来越强 当然如果乐器一直像 就把像几十年前 或者说几百年前的乐器那样 那根本就是没办法演奏的 对 所以我们厂也是不断的 在做一些创新研发的工作 所以可以把这些乐器推广到各地 这是我们厂和中央乐学院的 李萌老师一起合作研发的多声针 它可以同时演奏五声音阶 还有七声音阶 一般都会是一些现代曲 会比较多一些 那我们现在在敦煌的博物馆 该看的东西都已经看完了吗 是的都差不多了 如果要在新加坡购买 正品敦煌乐器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去乐祥的发音乐坊购买哦 也谢谢金云 开启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敦煌厂的车间去那边看一看了 是的 我们的敦煌厂的车间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 这次乐祥来所以特别为他申请 我们车间呢 就是可以看到是如何制作乐器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跟着乐祥一起去探秘吧 你看这里的木头堆积如山 这些都是在这里自然放干的木头 有些都要放干好几年才可以做乐器 这里是敦煌总部的仓库 在这里所有的古增都要集中出货的 那多的时候有两三千台古增 那么我们现在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那我们刚才看的都是总部的车间房 那其实你们没看到古增 因为古增的制作在兰考跟浦东大团 那现在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总部的门事部 我们过来看一下古增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试清 你呢? 我来这里观看场 哦 对 这才清好吗? 不错 我还在try 还在试 那你们有大饱耳骨了 那今天郑老师就弹给你们听 那本季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那我希望你对敦煌有更深一层了解 语润之 那么请记得点个赞 以及订阅我们的平台 拜拜 拜拜 好了 所以就让你聆详 这首次的五个视频 这首次的五个视频 我的旅程到中国 叫做LikiLoh 带来带来 所以要记得 我会放到 视频简介绍 我会订阅 这个看法 给你买到如果 所有五个视频 都要做 所以 订阅现在 看来 我的其他视频 拜拜 掰掰